天骨发力竟生生的自爆 自此突然凭空消失 哇 习夫妇 那女人竟然跑了 早就听闻天欲天族之人 利害者拥有天骨传承 天骨力量非凡 可以让人拥有两条性命 她这是牺牲了一条性命逃走 不过去掉了一条命 她现在力量只剩下了之前的两层 天骨还真是厉害 就是想不到 天骨竟然出现在这样一个丑女人身上 我还以为 能够拥有利害传承的人 都跟习夫妇一样风化绝带呢 习夫妇 我们去哪里啊 回去吃好吃的吗 之前在摩月 我杀的魔头最多哦 我赢了 天骨总归是已经得罪了 只怕我要亲自前去一趟天骨了 顺便将天骨的最后一枚环环碎片找到 娘亲 娘亲 你好厉害 打扮了魔族 多亏了有你们爹的相助 若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松的打扮 娘亲 你是想爹爹了吗 嗯啊 果然 爹娘是真爱 孩子是意外 我跟小墨哥哥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 娘亲 你睁眼都不看一眼 臭小子 好好说话 哦 今天是什么日子 娘亲 今天是你的生辰哦 你还记得吗 生辰 原来我都已经正式离开 世约林一整年了 娘亲亲 这是我跟小墨哥哥一起锻造的法器 你一定要戴着 娘亲 你不喜欢吗 喜欢 娘亲最喜欢你们送的礼物了 不管你们送什么 娘亲都喜欢 小叶小墨 你们暂且先回神庙去 娘亲有事 要先出去一下 娘亲去哪里 娘亲必须要找到一个东西 才能去到九节 昆仑界 南天界 都有人在等着我 好 娘亲放心的去吧 我们在这里帮你守护着神域 太小叶小了 小叶小薏